南投县表扬优秀选手及教练颁奖典礼 由县体育会理事长潘依泉副议长主持 并由县府颁出了900多万元奖学金 副议长除了感谢教练及选手的辛苦外 也希望未来能继续获得更好的成绩 奖金颁发由教育处长陆正威代表颁发 副县长陈正生也恭喜获奖的选手及教练们 期许更加努力追求更好的表现 特别恭喜他们得奖 当然未来我们还是有我们体育会的一个年度计划 会逐渐来推展 甚至于可能再发传几个新增项目 未来都列为全国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活动 这都是我们奪牌的希望 我们也希望这些选手好好努力 今年南投县在圆敏运动会上融获20斤 在全中运上融获24斤 县议员石庆隆给予肯定 并希望相关单位要再增加资源 让选手安心练习 我们南投县的我们的子弟表现得非常优异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资源跟设备 还有人力方面建议来争取 让他们能够安心的练习 能够为我们南投县来争更多的荣耀 颁奖典礼由副议长潘一泉主持 出席的各乡镇市体育委员会 及选手教练们十分踊跃 气氛充满喜悦 县议员肖志全 廖文贤及石庆隆也都到场关心 并期望一年比一年成绩会更好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